两年前的一场友谊赛 他一不留神被对手一枪毙命 一心求胜的千玲并没有生气 反而对眼前的帅小伙一见钟情 可他并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影响 你就是个老六 为了人头连队友都想 就在刚刚千玲为了拿逼 直接杀了他的两名队友 所以顾寻才这么说他 可千玲却一点不在意 两眼直勾勾盯着离开的顾寻 队友直夸刚才的女孩长得真好看 哪个班的叫什么名 不知道 只知道是个老六 可顾寻的样子 却深深印在千玲的脑袋 两年后千玲在公司里干得不顺心 找到老板辞职 我来报道 第九事业部 顾寻 这一刻千玲呆住了 这不正是他一直想见的顾寻吗 他就这样一直傻傻地看着 可顾寻却没有认出他是谁 拿着盖章的文件离开 他还是和两年前一样 一直目送着顾寻离开 本来要辞职的他又反悔了 可还是晚了一步 老板已经盖章了 他这时运也太差了 男神刚进公司他就要离开了 顾寻有时候缘分来了党也等 在说顾寻入职后 领导就让他负责第九事业部 负责三连游戏的开发 由于他出来乍到 公司的那些老股东们都瞧不上他 纷纷给他屎半子 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给他 让他们在地下仓库办公 特别是他的同门师兄 一听说顾寻要在公司内招 我招的人 我培养了那么多年 你碰得别了 没办法顾寻就把招聘的事交给了蒋俊男 虽然只有他们两个人 但也信心满满 下周一的立项肯定能过 不如先来玩个游戏放松一把 于是上线就开始约网友小麻花 一小时五百 付不起就结束聊天吧 再见 可是小麻花不上线 顾寻就是不开始 是有忍不住嘲讽的 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 无万一人家是扣有大汗的是吧 可顾寻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个小麻花就是个大美女 于是他二话不说转了五千元 要先买小麻花十个小时 网友你都敢转账 游戏里小麻花的一招一式 更是让顾寻痴迷 看他今天状态很不好 忍不住问他今天怎么了 失恋了 他有喜欢的人了 这下顾寻满心希望瞬间落空 没想到他的爱情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时队友问小麻花 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今天见了我阿里的男神 他居然说不认识我 顾寻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想着给小麻花出出主意 让他做小白花 这是无数男人 都无法拒绝的人生 那基本要求是 半淑女啊 于是千玲就想着 下次再见面就试试这个人设 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放学他着急忙慌赶公交 竟然在公交车上看到了男神 他鼓足勇气来到顾寻面前 顾寻 好巧啊 你在干嘛 在当司机 没想到这天一下子被他咬死了 顾寻还故意把书包放在旁边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远离他 其实现在顾寻还不知道 游戏里他喜欢的那个小麻花 就是眼前的千玲 同样千玲也不知道 那个笑草就是顾寻 回宿舍后 室友就在网上查询 如何才能做一个温柔的人 千玲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男人心目中的小白花 这天一大早 他接到公司同事的电话 手套落公司了让他来取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去公司不就有机会见到顾寻了吗 室友忍不住给他泼冷水 你就不怕他又不认识你了 我今天要用小白花诊书 果然他打扮得美美的才刚到公司 一眼就看到电梯里面的顾寻 调整一下赶紧走过去 顾寻也用手帮他挡电梯门 千玲感谢他 我也不是多着急可以等下一趟了 可是下一秒 蒋军南急匆匆走进电梯 千玲这才明白是他自作多情了 忍不住伸手去撩头发缓解这尴尬的气氛 没想到头发却被电梯门夹住 他瞬间慌了神大喊救命 顾寻一看 不慌不忙拿出他被夹着的头发 这也太大了竟然在男神面前出丑 出了电梯的大门 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留在这栋大楼 于是他又找到英姐要回来上班 英姐答应他会帮他问问老板的 可结果让他失望了 老板不同意他再回来 即便这样千玲也没有灰心 只要能留在这栋楼里 在哪个公司上班都行 于是第二天他就开始去面试 女孩去新公司面试 老板竟然提出奇葩要求 她这一连串的问话 千玲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 就接到前老板打来的电话 游千玲现在立刻马上回公司 原工资的基础上给你加三千 这么好的待遇他还面试个什么静 我妈催我回家相亲 今年结婚明年生孩子两年之后要二胎 可能不太符合贵公司的要求 谢谢 他这边才刚到宿舍里坐下 就看到室友发的信息 让他去会场练习武师 结果千玲赶过去一看 室友已经在练习了 说好的一起练习怎么偷偷先来了 怎么那么卷 然后对着室友一顿输出 又是摸他的头 又是拍他的大腿 可他看到尸头下面的人脸后傻眼了 室友怎么就变成了男神 他赶紧拿开放在顾寻大腿上的双手 直到现在顾寻才想起来他是谁 然后站起来生气的离开 而千玲回去后就找室友心事问罪 这好歹他也认出你了 高兴啊 高兴个六啊 他是把我认出来了 可我明明是大学校花 现在竟然被叫做老六 这个是回来再和你算账 赶紧去公司报道 可他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听到英姐要去第九事业部送文件签字 这么个见顾寻的好机会 他又怎会错误 于是自告奋勇揽下这个活 只要能见到顾寻他什么活都愿意干 整理一下头发慢慢走向前 又开启了他的小白花人设 可是下一秒 手中的文件被风扇吹得满天飞 顾寻都不忍直视 即便这样 他还是保持着淑女的姿态 把散落在地的文件一一捡起 然后拿给顾寻签字 你不是离职了吗 怎么还没走啊 没走成呗 又被叫回来工作了 顾寻还以为他在人事部上班 千灵告诉他只是在帮忙 帮忙就帮到底 告诉他们我相不了 没想到顾寻根本不甩他 主动揽活已经耽误自己工作时间了 再加上重回公司的他 工资是涨了 但任务也加重了 他连夜画的新年卡牌被领导拨回 除了好看 一点内涵也没有 如果你只是这种水 叫你回来的决定 是我们唐突了 可他现在脑子里一点灵感也没有 怎么也画不出领导说的那种感觉 于是就发信息给顾寻 你们男生一般喜欢怎么迎接新年 新年让我约你 你脑子能不能正常点 我要做调研 那和女生多没有意思 不如去为流浪猫流浪狗 是这一句话点醒了千灵 在原有的男主上面加了一只猫 这只猫的气质就是按照顾寻的原型化 第二天给蒋总看过后竟然通过 没发布吧 千灵想着这个项目一结束 他就立马去顾寻的第九事业部面试 那样就可以和他朝夕相处了 毕竟进水楼台先得月嘛 没想到他才刚走出公司的大楼 一转头竟然看到顾寻 他赶紧走过去 听说你们正在招人 我也挺喜欢三叶游戏的 能不能去你们那里上班 你对你的工作就这么没有忠诚度吗 不是啊 顾寻的用意很明显 我们不招你这种三心二意的人 况且再漂亮的女生也不如他的小麻花 不如赶紧去吃饭玩了好加班 蒋俊南他们都知道顾寻喜欢游戏里的小麻花 可真正问他是 顾寻却死鸭子嘴硬 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女生吗 你这种怪胎谁知道 蒋俊南话音才刚落 顾寻就发信息给小麻花 一般女生跨年都干些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 我又不是一般女生我是漂亮女生 那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都怎么过呀 一旁的蒋俊南看不下去 蒋俊南就直接约吗 你说这些干嘛呀 我调研不行吗 他们话音才刚落 千玲刚好来这里买东西 蒋俊南立马把千玲喊过来 邀请他一起来吃饭 把顾寻给气的 桌子底下狠狠踩他的脚 最气人的是他又接电话走了 可这对千玲来说是个好机会 要加顾寻的微信 有一些武师的视频可以发给你 不用了 找个理由走吧 只好说宿舍要关门必须马上回去 他的这种行为却被顾寻认为是人格分裂 可是下一秒他就收到小麻花发来的照片 有双新半月 他瞬间欣喜若狂 赶紧跑出餐厅 在大马路上四处寻找 可这么多人也不知道哪个是小麻花 再抬头看向天空 和小麻花的照片是同一个围着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一马发信息问你在江城 千玲也转头看了一圈 最后目光停留在顾寻的身上 难道他是校草 有双新半月 突然收到网友发来的照片 男人瞬间欣喜若狂 出了餐厅的大门 抬头看着天上的双新半月 和小麻花的照片是同一个围着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 你在江城 同时千玲也看到了他 于是赶紧发信息确认你是怎么知道的 正想走过去打招呼的他收到 江城双新半月上热搜了呀 他满心希望瞬间落空 本来心情就烦躁的他 刚买的护手霜又挤不出来 什么东西啊 我猜用了几次 在看到顾寻后 女汉子又秒变小白花 赶上周五一起训练 不会打乱你的安排吗 可顾寻根本没有搭理他 回宿舍后 想着打把游戏再去练习武师 游戏里他不仅埋怨起顾寻 天领得要装女人味 结果他点反应都没有 但顾寻却认为他做的还是不到位 让他继续装温柔 这样才能激起男人的保护 下了游戏后 他立马再往上搜 怎么打扮才能更温柔 在上面看了很多攻略 可是下一秒他的衣着打扮 都把顾寻给惊呆了 说他是来搞笑的 其实千领也不想这样 还不是为了博得男神的喜爱 于是他立马装柔弱 连一个大锅也拿不动 请求顾寻帮忙 自己的锅自己喂 没想到顾寻一点也不吃他这一套 他的精心打扮又泡汤 回去后还得努力工作 他们部门的项目立项马上就要到了 蒋总让他们无论如何 也要拿下此项目 因为参与立项的不止他们一个 还有顾寻的项目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输给顾寻 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 顾寻通过精彩的演讲 和他这个项目的独特见解 赢得了这次立项 这也让蒋总对他更加怀恨在心 他也带领着第九事业部 从地下仓库直接升级到大楼的顶端 项目部的人纷纷对他刮怒相看 顾寻他们也决定庆祝一下 没想到刚到餐厅就碰到千领他们聚餐 同事就邀请他们一起 反正我们点的菜多也吃不完 结果顾寻才刚坐下 队友骆驼就邀请他们上线 千领说现在正在和同事聚餐 一句话引起了顾寻的怀疑 看了一圈后 难道他是小麻花 于是赶紧问他会喝酒吗 小麻花立马回他 我是千杯不到 同事刚好递过来一杯啤酒 因为他要在顾寻面前装个淑女 只能说酒精过敏喝不了酒 可同事不知道呀 以前我们聚餐你都能一个人干两瓶 千领赶紧说他记错了 我当时是干了两杯果汁 顾寻不死心继续追问他打游戏吗 他想着顾寻肯定不喜欢整天扛着枪 打打杀杀的女生 于是编了个谎话 喜欢玩萌宠类的游戏 顾寻满心希望瞬间落空 又看到小麻花在群里发信息 和男神成了同事 拿下他是早晚的事 这下吃粗的顾寻连吃饭的心情也没了 千领一看赶紧追出去 要坐顾寻的车回学校 出乎他的意料 这次顾寻竟然同意 在车上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装柔弱 你开车可不可以慢一点 我怕会吐到你的车上 为什么每次装柔弱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回去后他就开始怀疑 这个校草肯定是在坑我 淑女也当了 柔弱也装了 可为何一点用也没有 而顾寻自从上次知道 小麻花和他暗恋男神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心里就开始慌了 就连骆驼都看出来顾寻喜欢小麻花 于是他就让顾寻约小麻花见面 这也正是顾寻想做的 就在群里邀请队友们一起跨年看烟花 还嫌街上人不够多啊 我现在看见人就害怕 结果被小麻花给拒绝了 这下他连吃饭的心情也没了 只能和骆驼两个大男人一起 而嘴上说不愿意出来的千灵 也和室友在这个广场上看烟花 还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 顾寻一看两人竟然又在同一个地方 激动的他在人群里寻找小麻花 没想到一个转身 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月千灵 心里正想着 难道小麻花真的是月千灵 这时骆驼过来打断了他 等他再转头望去 已经没了月千灵的影子 就这样两人又错过了一次相认的机会 网友大半夜给你发新年快乐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自灭意思呗 室友让他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明天还要武士考试呢 可千灵不想让顾寻看到他不好的一面 于是别人都穿着武士服装 而他却穿得花枝招展 结果被老师训 哪有穿成这样考试的 你态度不端正 你不挂科谁挂科 这次挂科是要严毙的 我今天就算自毁形象要豁出去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挂科 于是在接下来的表演中 为了能出气制胜 后面的千灵又是摆臀 又是摇尾 刘晓灵 干嘛呢 下一秒他就在原地转起了圈圈 还从里面滚落出来 他这可爱的动作 引得一旁的人哈哈大笑 连评委都没有忍住 你会没事换路线 同时顾寻也被他这波操作给整懵了 不过结果还好 评委给了他们60分 算是勉强及格了 顾寻赶紧远离他 可千灵却一点也不高兴 顾寻会不会现在觉得我是一个智障 闺蜜让他不要想太多 不如我们去吃饭庆祝一下 两人才刚到餐厅门口 就看到顾寻在里面 于是闺蜜就让他主动写 先加上他的微信再说 千灵鼓足勇气走进去 还以为他直接要顾寻的微信 没想到竟然坐在一旁 眼光一直不曾离开过顾寻 这些全被蒋俊男探在眼里 这千灵肯定对你有意思 你娘你好有味儿 没想到顾寻却不以为然 站起来就要买单走人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闺蜜鼓励他赶紧追 结果他费了好大劲 好不容易追上要走的顾寻 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微信 眼看着顾寻从兜里掏出手机 千灵以为他同意了 原来他是在和别人通电话 这也太尴尬了 经过这件事后 千灵感觉到顾寻应该不喜欢小白花 于是他决定做回自己 下一秒就在公司的茶水间遇到顾寻 他又忍不住泛起了花痴 把杯子放下后 就开始偷偷地拍照 正暗自得意那一转头 看到顾寻正在盯着自己 赶紧说只是来接水的 经过上次的项目立项后 项目组的魏总 被顾寻挖到了第九事业部 还允许他可以给自己找一个助手 而魏总的心里也有了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项目部的月千灵 于是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去第九事业部上班 这个消息对千灵来说再好不过了 不过有一点必须得通过试稿才行 三天后的八点必须交稿 这个和顾寻一起工作的机会 千灵怎么着也得牢牢抓住 于是他付出比平常多一倍的努力 连夜赶搞 甚至连他最喜欢的游戏也不晚了 本花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在哪儿进行光合作用呢 本草也来晒晒太阳 这会千灵才没有工夫搭理他 能和顾寻天天见面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在上班的时间还在做这个人物设定 然而这一幕却被一直针对他的组长看到 等他加班好不容易把稿子做好了 没想到却上传失败 重新再试一次还是不行 这才发现没往了 其实这背后都是组长搞的鬼 他又赶紧打开热点 可这个网速实在太慢了 眼看着已经到了截稿时间 文件才发送一半不到 魏总这边看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没办法他只好拿着优盘出去 一路小跑来到顾寻办公室 我们部门断网了 顾寻却不相信认为他是在找借口 千灵转头看看魏总 他也是无能为力 你妈包在看一眼 对于没有按照时间规定上传的作品 没有看的必要了 因为经过他和月千灵这么多天的接触 顾寻一直都不太喜欢他太做作 顾寻一步确实断网 顾寻这才知道误会千灵了 但事情已成定局没法再改了 这时千灵的文件才传送过来 顾寻一看他做的这个人物设定确实很好 而被喜欢的人误会的千灵 只能在游戏上发泄心中的不满 终极挑战赛只剩最后两组 在公司被欺负也就算了 在这儿看谁敢欺负我们 一局结束后 他喊话对手 没想到对手竟然是顾寻 这一刻两人都呆住了 他只是在这里打游戏发泄心中的气氛 却在这里偶遇他暗恋的男神 而他这突然转性 不仅让顾群想到和小麻花玩游戏时 他也说过同样的话 于是心里就有了怀疑 难道他们两个真的是同一个人 再加上第二天他刚进公司 就看到千灵在玩FPS游戏 就想着再确认一下 这一下他彻底打消了怀疑 其实这是刚刚千灵看他玩游戏狠菜 爱玩游戏的他忍不住出手 可这些顾寻都不知道 自从知道上次误会千灵后 他一直想找个机会道歉 你的话我收到了 话的的确不错是我错怪你了 夸得再好 不也还是没用上吗 千灵表面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已经乐开了话 以前都不愿意搭理他的顾群 今天竟然夸他了 本来他已经放弃的心 又燃起了希望 打算乘胜追击 想着顾群还在加班 不如给他送点宵夜 结果到了楼上才发现 自己还是晚了一步 已经有女生赶在他前面了 还邀请他寒假一起出去玩 不去 为什么不去 过年要陪女朋友 他一句拒绝追求者的说辞 却把千灵刚刚燃起的希望 彻底给浇灭 闺蜜看他伤心难过的样子 安慰他 市长男人千千万 不行咱就换 千灵也决定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不再想着顾群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三个月后的公司团建 他竟然从蒋俊南的口中得知 过年没女朋友 可我亲耳听到他说过 过年要回家陪女朋友 蒋俊南告诉他 就是他拒绝人惯用的把戏 一年都用十多回 一级之运 用绝后患 这下千灵又燃起了希望 和男神擦肩而过了 于是他就开始打听 一会儿变装舞会 顾群扮演什么 所以接下来舞会一开始 眼光就不曾离开过 这个戴金色面具的人 这时主持人宣布完一个游戏 最后胜出的刚好就是千灵 和这个戴金色面具的人 这也正是千灵想要的 没想到下面在场的人开始起火 非要两个胜出的人亲一个 刚开始千灵还满心期待 可当大家都摘下来面具的那一刻 他彻底傻眼了 戴金色面具的人并不是布群 不是金色面具 是你啊 就在刚刚洗手间里 顾群的金色面具被他给相中 于是两人就交换了面具 可千灵并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他赶紧拉过来 主持人这样不太好吧 于是主持人就给他们改成碰鼻尖 可即便这样 千灵还是不能接受 一步步往后退 这一切都没逃得过顾群的眼睛 我来吧 于是他主动上台 来到千灵的面前 千灵误以为他是要和自己碰鼻尖 台下的人也都充满期待 可是下一秒 顾群竟然转过身 代替他与男人碰鼻尖 也算是给千灵解了威 回去后千灵开心的手舞足蹈 玩游戏也特别带感 我现在就是觉得 我很有心 顾群这才知道 他和暗恋的男神有进展了 这对一直喜欢小麻花的他可不是个好消息 即便这样他还鼓励小麻花去告白 看小麻花犹豫的表情 疯了 不就是告个白吗 有这么难吗 大不了被人狠狠地拒绝 他之所以怂恿小麻花去表白 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 别看他打游戏很虎 在恋爱方面他比谁都怂 我越是记他 他越不敢去 可顾群未免对自己太有信心了 因为千灵已经决定 打算在毕业这天向顾群表白 怎么突然就想着要告白了 这让他想到游戏里笑草的话 反正到毕业了 来点青春的躁动 别给自己留遗憾 于是他就把这些话 原封不动地说给闺蜜 闺蜜也为他加油打气 结果两人才刚到学校 就碰到一位顾群的追求者 打算向顾群表白 这下千灵可慌了 万一被他抢在我的前面 表白成功了 那我怎么办 于是他就把追求者领到一边 为了让他至难而退 他就一直说顾群的坏话 这么骗人不会遭报应吧 但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鼓起勇气喊住要走的顾群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你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 他明明很喜欢眼前的女孩 但面对他真诚的告白 却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你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 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千灵怎么也没想到 顾群竟然当着全校学生的面 狠狠地拒绝了他 原来就在刚刚 顾群亲眼看到 千灵给一个追求他的女孩说 我本人对他没有认为 一点点私好的解决 千灵不知道这些话 全被一旁的顾群听到 原来他一直都是假装的 这下他对千灵更没有好感了 洪学又来告诉他 小麻花此刻正在和别人双排 于是赶紧在群里 问这个人就是你男什么 你真的要告白了 得到的回复是正在找机会呢 这一刻他心慌了 也更加确定月千灵不是小麻花 所以面对千灵的告白 他才拒绝的这么坚决 表白失败的千灵悲伤到了极点 虽然在之前 他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但此刻他的心里还是很痛 面对顾群让蒋俊男送过来的雨伞 他也没有接受 看着雨中的月千灵 顾群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后悟 话不该说的那么绝 心灰意冷的千灵直到这一刻才云外 他对顾群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 再也不对他抱任何希望 在接下来的游戏里 一反常态的他连自己人都打 队友问他这是怎么了 我当然是失恋了呀 失恋了你懂不懂 得知他表白失败了 顾群强忍住自己的笑语 口是心非大骂对方渣男 晚上还要聚餐请大家吃饭 骆驼为他抱不便 哪个不开眼的欺负我们小麻花 明天我们一起去揍他 你们去东宁大学 滨江校区 找一个叫顾群的人给我开死他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呆住了 特别是顾群 大家都不敢相信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 同名同姓还同孝 顾群不太相信再次确认 你不是在和钢枪王双排吗 我早上在参加毕业典礼 靠近我表妹 早上那个不是你 今天早上千玲正准备参加毕业典礼 接到表妹的电话 要用他的账号玩会儿游戏 和喜欢的大神一起双排 所以当时顾群问的那个人 并不是小麻花 而是他的表妹 知道真相的顾群 一下子不在状态了 后悔自己太鲁莽 没有弄清楚真相就拒绝月千玲 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赶紧坦白 蒋军难劝他再想想 先用校草的身份接近他 等他气消了再慢慢找机会 现在搞得顾群上班也无精打采呢 可是下一秒再看到千玲进来后 他立马来了精神 还主动帮忙摁电梯 可千玲根本不甩他 顾群一看赶紧追过去 想和他聊聊昨天的事 但千玲不给他机会 昨天你在全校师生面前拒绝了我 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了 从今往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心情不好的他又接到宿管阿姨的电话 你已经毕业了让他赶快搬走 千玲不得不找房子 房东阿姨告诉他 我这个房子风水特别好 属于桃花位 住进来很快就能脱单的 你要是住进来啊 桃花一旺 他肯定会跟你告白的 我告诉你 千玲不想再听他说这么多 索性租下了这个房子 也就预示着他的桃花马上就来了 不曾想他的桃花没来 同事黄威的来了 告诉他在网上聊了一个帅哥 虽要千玲和他一起去见见 于是两人早早来到餐厅 黄威也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可见到网友的那一刻他傻眼了 和他发给自己的照片完全不一样 他们这才知道被骗了 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你们女人啊 就是夫妻 看人只看你 这下暴脾气的千玲听不下去 我告诉你 无论美丑 不坦诚的关系是没有办法 继续往下发展的 不曾想他的这些话 全被固寻听去 句句说的像是自己 这让他更加确定 他就是笑草的事不能再拖 得赶快坦白才行 所以他一路跟着千玲进了电梯 还拦下了所有进电梯的人 麻烦等下一班 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向他坦白 其实我是笑草 知道啊 东宁大学笑草故序 你不要再跟我炫耀你的优越的 结果他好不容易坦白 却被千玲误会 这下他也是没辙了 这该说的也说了 该坦白的也坦白了 接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正发愁的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来了 不好意思 不是我说你没看 你住这儿啊 那你俩就是邻居了 没想到歪打正着 两人竟然成了邻居 离家出走的小姑娘来租房子 房东竟然这样对他说 我楼下那套风水特别好 是我们这个小区的桃花 我住进来啊 很快能脱单的 小姑娘也没太在意 想着房东是为了把房子租出去 才这么说的 没想到他才搬家的第一天 真的遇到了喜欢的男人 你住这儿啊 那以后你俩就邻居了 进屋后他立马给房东打电话 想要退租 可阿姨告诉他退租要付违约金的 他又没钱怎么付违约金 就想着凑合着先住下吧 没想到空调遥控器又坏了 后来才发现没电池了 就算热死也不会向他借的 直到现在被他拒绝时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失恋后他早已下定决心 再也不会和顾寻有任何联系 所以宁愿下楼去买电池 也不会借顾寻的 巧的是回来在电梯里碰到蒋俊南 面对蒋俊南的打招呼 他都没有理会 于是蒋俊南就向顾寻抱怨 都愿你现在月千灵都不愿意搭理我了 你得赶紧做份养赌给我补补 别提月千灵 反正呢 大热天吃养赌 什么品味啊 他是说我没品味 没错 不就是品味差 就在刚刚他们看到千灵定了一份生养赌 蒋俊南就开始给他出主意 他喜欢吃养赌 你就学人照做 说不定临死前还能给他做盘养赌吧 没想到他提的这个馊主意 顾寻竟然认可了 还让蒋俊南下楼买养赌 回来两个从没有下过厨的男生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反正料物多加就是了 没多大一会儿还真的做好了一盘 蒋俊南吃了一筷子味道还不错 顾寻就拿着剩下的鞭脚料去喂流浪狗 结果到楼下后他看傻了眼 原来千灵要的养赌是给狗吃的 他赶紧过去打招呼 想着趁这个机会向千灵坦白 不成想他闻到这个养赌的味道就想吐 刚才做的时候闻太多这个味道 但他这个样子却被千灵误会 你要是不想看见 我觉得恶心就别看我 就这样他又失去了一个解释的机会 有的是机会 眼下第九事业部的工作要紧 目前还缺一个画图的主美 俩人就在网上搜寻合适的作者 还真的让蒋俊南找到一张合适的画 特别适合他们狭路 于是顾寻赶紧发信息联系这个作者 想和他见面聊聊 可他从早上等到中午 也没见到对方回心 这名字好像有点羡慕 他很快来到经常玩的游戏厅 向老板打听这个隧道自然醒是谁 我们这里有规矩 从来不问人家名字的 那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你也在啊 就是争霸赛那天 老板的话不仅让顾寻想到争霸赛的那天 剩下的最后两组选手除了他们 就是月千玲和他的室友 难道是他 果然第二天他就在游戏厅里见到千玲 邀请他去第九事业部上班 在他没表白前 他是很想去第九事业部上班 可表白被拒绝后就不一样了 直接拒绝了顾寻的邀请 可在他的内心还是挺喜欢三爷游戏的 再加上自从他的领导位总离开后 新来的主美太保守 每次他想做改变都被否决 也觉得不再适合留在项目一部 于是晚上他就请教一起游戏的队友 让他们给自己做做参谋 很想去试试 但又怕自己能力不足托人家后头 殊不知这些队友早已知道他是谁 自然都会帮着顾寻说话 特别是这个校草 你说3A是你的爱好 你是真心喜欢吗 我确实是因为喜欢顾寻才去了解3A的 就只是这一句话 说得顾寻瞬间血液膨胀 没想到他的魅力这么大 居然能影响月千玲改变喜好 他当然大力支持千玲来第九事业部 于是鼓励他怎么着也得去试一试 就算失败了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就这样月千玲决定去第九事业部 于是第二天他就去找蒋总 想利用业余的时间再去学习一下 想法不错呀 打算去哪儿深造啊 第九事业部 想都别想 没想到被蒋总一口回绝 第九事业部的顾寻和他可是死对头 顾寻来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说狠话 我招的人培养了那么多年 你碰个别 先是竹美魏总走了 现在又来了个月千玲 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可千玲不放弃 一有机会就找到蒋总说这个事 我已经说了 想都别想 以为这样他就放弃了吗 下一秒他就等在电梯门口 最后馋的蒋总实在没办法了 同意他去第九事业部学习 这可把月千玲高兴坏了 小伙花大价钱买了好多炸鸡 可他却一口都不吃 全都送给了打扫卫生的阿姨 阿姨 还没吃呢吧 顾总啊 怎么又送这么多 顾总 阿姨没生女儿你是知道的呀 说得顾寻都不好意思了 但还是把这些炸鸡给了阿姨 只因他不小心吃了对门女孩的外卖 今天这炸鸡这么好吃啊 吃完炸鸡的他正准备下楼扔垃圾 就听到千玲在给外卖员打电话 定的外卖不见了 顾寻听到后主动上前 要帮他一起去看看监控 说不定就能找到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外卖 结果看完之后才发现 拿他外卖的不是别人 正是眼前的顾寻 他赶紧解释这肯定是误会 我拿的明明是我定的外卖 话音才落就接到电话 怪不得刚才吃的那么香 原来这是不花钱的外卖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外卖 是甄嬛传限量套餐 每一次订餐里面都有一个手办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顾寻决定陪他一整套 于是他就疯狂的订炸鸡 把蒋俊男都给吃吐了 其目的就是为了挤手办 没想到还真的被他挤起了 同事黄威看到后非常羡慕 不敢相信千玲居然挤起了一整套 听说是别人送的后 觉得他这个朋友太有诚意了 又出钱又用心又信手承诺 也是从这一刻起 千玲对顾寻的看法有了感念 急匆匆找到顾寻 蒋总已经同意了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随时可以 可是下一秒蒋俊男 给他要千玲的微信 既然已经成了同事 还得对接工作 可现在连他微信都没加上了 要怎么样才能加上 月千玲的微信呢 没想到机会就这样来了 餐厅里千玲不小心 把饮料到了他一身 不好意思的 他想赔一套给顾寻 我洗洗就行 你把售款码给我给你转干系费 本来想拒绝的他忽然想到 这不正是个机会吗 于是赶紧拿出手机 千玲扫了他以后 才发现是微信 再个微信吧 千玲没想到轻而易举 就加上了他的联系方式 回去后就打开他的朋友圈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装身 顾寻心里也暗自高兴 觉得两人的关系在慢慢靠近 可是很快 他就收到小麻花发来的信息 如果一个男生 一直追着你问找男朋友的事 还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这人谁啊 他是我从小到大的一只 千玲竹马 这让顾寻一下子有了危机感 在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这个男人肯定喜欢你 他如果再约你 你就说你有男朋友了 我去哪儿找个男朋友摆他面前 那我就勉为其难 伴你男朋友吧 经他这么一梦 竟然顺理成章成了月千玲的男友 本来心里正高兴的他 又听说千玲竹马 要和千玲一起回家 这下他是真的坐不住了 就想着顶到千玲的家里 最后发现连他家住哪都不知道 以至于接下来和蒋俊男打游戏 也没了心情 为了不让他和青梅竹马 有过多的接触 他故意在群里发信息上线 千玲看到后立马恢复 在外面吃饭了没时间 一回家就有饭局 谁这么给你面子 得知他和青梅竹马在一起吃饭 这下顾寻又是慌的一批 哪还有心情玩什么游戏啊 立马给千玲打电话 又怕他听出自己的声音 跟奶奶拿那个一块呢 他这一句话都把月千玲给整不会了 只能顺着他的话 问什么千玲就回答什么 这让顾寻悲伤的心才好了一点 只期盼着千玲能早点回来 没想到早晨他和蒋俊男约好去打球 竟然在楼下看到了回来的月千玲 真是一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胆紧走上前献殷勤 主动替千玲拿行李 走一半路千玲才后知后觉想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老家回来 这么多老家特产 当然是从老家回来的 千玲这才打消了疑虑 而没人陪伴的蒋俊男 只能和助理心仪去工作 没想到还谈下了客户 这功劳全得归功于心仪 之后客户纷纷要加他的微信 我们也加一个吧 心仪赶紧道歉不是故意的 还好蒋俊男替他解围 其实他有社交恐惧症 一和陌生人接触就紧张 蒋俊男为了让他改变 安慰他遇事不要害怕 我们先从喊丹开始练胆量 声音越大越好 老板五串肥肠五串腰子 那你哪 没想到就是这小小的喊丹 真的让心仪走出来了 跟奶奶拿着给一块呢 隔止喜欢的女孩和青梅竹马在一起 他立马给女孩打电话 跟奶奶拿着给一块呢 哪回家呀 啊 那马上外面心仪有没有我呀 但千玲这尴尬的表情 还是让青梅竹马看出了破绽 到地方后 他一下子拿过千玲的手机 替他拨通了视频电话 理由是到家了得报个平安 这顾寻怎么敢见 千玲现在还不知道他是校草 如果接了起步全漏了 千玲只能说他在忙 什么事这么忙 给你的电话都不接 可能在打游戏吧 可青梅竹马却认为 他这个男朋友太不靠谱了 打游戏竟然比你这个女朋友都重要 回去就跟他分手 劳累了一天总算到家了 才刚坐下又接到校草的电话 对象 对象没 我爸妈不同意 我们分手吧 就在刚刚进屋前 妈妈已经从他青梅竹马的口中得知 他交的男朋友没什么本事 还特别爱打游戏 长得丑不说还对千玲不好 所以爸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这也让顾寻有了危机感 所以千玲从老家回来后 他就想着发的现殷勤 要帮千玲拿快笔 不用了 怕累着你了 即便被拒绝得这么明显 他也不会信 一路跟在千玲的后面 帮他保驾护航 却被小区里的阿姨教育 一个大男人 你不帮人家拿东西 在这当导盲犬啊 一句话都把千玲给逗乐了 只顾高兴的他差点摔倒 还好被顾寻及时扶住 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让千玲心跳加速 不得不把箱子让给他 原来这是他给流浪狗买的狗窝 为了讨好千玲 顾寻又自告奋勇帮着安装 看似简单的一个活 他竟然从早上安装到晚上 都没能弄好 这时天空电闪雷鸣 又下起了雨 千玲不忍心看他拎着 一直在后面帮他撑伞 同时也对顾寻的看法有了改变 想着明天就要去第九事业部报道了 所以今晚提前看了狭路的资料 好为明天做准备 可第二天的早会 蒋总迟迟不散会 第九事业部心意通知他例会是十点 千玲看看时间已经九点五十分了 还好蒋总说散会 那赶紧收拾文件离开 却被蒋总喊住 因为平时爱发言的他今天一言不发 昨天通宵话稿有点滴血糖 那今天还能去第九事业部吗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 这怎么行 第九事业部是一定要去的 这边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还好他在最后一刻赶到 顾寻赶紧站起来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们新来的伙伴月千玲 还让他以后跟着凡心学习 先说说你对林职后续创作的看法吧 结果刚来的他牢牢叨叨叨说了一大堆 一句也没说到主题 大家都觉得他这是在浪费时间 蒋俊男赶紧替他说话 顾寻也让他掀出一本稿子看看 因为只有实力能让大家幸福 可凡心不看好他 把他喊到茶水间 我不管你在项目一步多有能耐 但能力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放心吧 如果需要组长救场的话 那我会自己离开 不过不会的 你知道就好 千玲也放了狠话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他连夜加班改稿也没有头绪 顾寻看到后很是心疼 但也没有打扰他 回去后假装跑步一直在楼下等着千玲 看看时间已经凌晨了 他还没有回来 正担心地听到千玲打电话的声音 那赶紧躲到一边 往自己头上脖子喷了好多水 再假装来个偶遇 你怎么在这儿啊 要跑 哦 跑吧 人家哪有心情搭理他 但顾寻不放弃一路跟着 劝顾千玲得注意休息 千玲反问你还说 我你在这里干什么 凌晨三点还夜跑 跑得满头大汗 烧烤餐都下班了 那你跑吧 说到底他还不是在担心千玲 所以回去后 他就给千玲发了一个游戏获奖的名单 想着他能跟第一名学习 没想到千玲竟然在里面看到顾寻的名字 他还获得过年度创意大奖 这下他对顾寻更加崇拜了 点开了他之前被采访的视频 视频里他推荐了两本书 适合刚入门的新手 所以他急忙上网上查询 果然在上面学到了很多 于是第二天一上班就想着去第九事业部 蒋总却告诉他马上要开会 不是下午的会吗 提到上午开了 其实蒋总知道他去第九事业部 再次提醒他 不要忘了自己还是项目一步的人 千玲赶紧给新衣发信息 可蒋总看到后又说 一会儿开会不要看手机啊 小伙无意中在群里看到喜欢的女孩感冒了 二话不说冒着大雨去给他买药 回来时刚好看到女孩 他下意识的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电梯门已经关上 千玲问他大晚上去哪 我去夜跑 下着大雨还去夜跑 千玲有点不相信 看他鬼鬼祟祟肯定有诈 行啊 什么样的东西 为了不被千玲发现 他一下子把千玲搂在环里 弄得千玲心蹦蹦乱跳浑身燥热 顾寻问他为什么这么躺 可能是发烧了吧 说完他赶紧逃离 怕被发现了顾群也赶紧进入房间 过了一会儿他才来敲门 以借吹风机为理由 说家里有常用的感冒药 让千玲去他屋里拿点 虽然两人是对门邻居 但千玲还是第一次进顾群的家 忍不住去翻看书架上的书 居然在书里发现冷兵器讲座的门票 讲座的票果然是顾群 就在昨天一直找不到灵感的千玲 听卫总说王教授今天有个关于兵器的讲座 你可以去听听会对你有帮助 但是他的讲座票很难抢 今天应该不行了 两人的谈话全被顾群听到 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 找到他的老师王教授 在他这里求了一票 此刻的千玲正在为没有票而发愁 刚好被爱慕他的肃政看到 没买到票 我有个朋友在这里上班 于是就去帮千玲问问能不能帮忙 他才刚离开顾群就出现了 提前把票揣兜里 再过去和千玲打招呼 可他票都还没来得及拿出来呢 肃政就过来了 我朋友说能帮忙 但是位子可能不太好 这对月千玲来说已经很好了 只要能进去就行 这下顾群傻了眼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离开 但他还是安排工作人员 给千玲安排到了最前排 同时肃政也意识到 这中间没有他的事 顾群在上面恨得牙痒痒 这是王教授走过来问他是你女朋友吗 顾群赶紧说是同事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听完讲座后 顾群本想着送千玲回家 千玲眼看下着大雨 叫的车还有一会儿倒 于是就同意了 没想到肃政又在半路杀出来 提要送千玲回家 就这样顾群再一次眼睁睁看着 两人一起离开 把他气得鼻子都冒烟了 路上千玲感谢他今天帮忙 特别是弄门票的事 是顾群找人帮你弄的错 肃政也向他说出实情 当时千玲还有点不太相信 现在看到他书里的这张门票 才打消了疑虑 可是下一秒 他就在顾群家的感冒药里 发现了一张小票 不对啊 这不是刚买的 回到家后他仔细研究 再看看刚才发的信息 确实只有顾群一个人知道他感冒了 难道顾群就是肖草 可他又觉得不可能 自己肯定是烧傻了 于是他决定试探一下顾群 看到他现在正上线 就给顾群打电话 问他刚才的药怎么吃 听到手机里并没有打游戏的声音 才确定是自己多想了 可他这一通电话也引起了顾群的怀疑 明明药盒上都写着呢 他为何还给我打电话 你耗得借我打几场呗 差不多就能拿下妹子了 事情就是这么巧 他的耗借出去了 千灵这回也没功夫想这些事了工作要紧 第二天的早会上 他把自己的话展示给大家看 却被繁星直接否决了 整体的画面也没有一点张力 颜色冷暖没有对比 画面饱和度太平常 这可是千灵从未受过的打击 甚至连顾群也就只给他打了40分 让他重新再出一份 可他对岳千灵的这种态度 引起了蒋俊南的不满 不应该对千灵这么苛刻 他毕竟是刚来 他是想维护千灵 但大会上那么多人他身为一个老板 总不能做得太明显吧 稿子被毕掉的千灵并没有灰心 立刻去图书馆找顾群之前推荐的两本书 他正想伸手去拿 却被人抢了先 低头一看竟然是顾群 干嘛 我先拿到的这本书归我 当他在拿另一本时又被顾群给拿走 你不是已经有一本了吗 我有个习惯 喜欢看一本收藏一本 这下把千灵给气的 就要伸手去抢 可脚下却没站稳 一下子扑倒在顾群的身上